这种起杠弓的玻璃种材料 而且还有那么厚的厚度 单就材料而言就已经价值不菲了呀 那么大家认为这件材料到底能不能做麒麟 答案是能 而且相当合适 这时肯定就有脆有要质疑了 这么高级的材料做那么复杂的工艺 你就确定相当合适了 大家莫及 先过麒麟的姿态造型 把材料表面棉絮较多的部位 设计在头部与身体间的过渡 压出该部位造型弧度的同时 也处理掉大部分的棉絮 该壁列处理瑕疵的地方以具体的线条刻画 在纯净无瑕疵的部位 则以极简光山素面来表达 用虚实相间的雕刻手法 既表达了工艺 也保留了翡翠本身的自然美感 为作品增添独特的韵味和视觉吸引力 麒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不仅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 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价值观 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一传统的文化元素 仍然在当今社会中有着重要地位 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在神话传说 文学 绘画和雕刻中扮演重要角色 还深入到了民间传说和习俗中 为文化传承和社会价值观提供了深远影响 它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为人们提供了灵感和祝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